我们在考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 有一条明文过规定说 每一个主持人都有义务 去传播中国纯粹的文字 和普通话的发音 我认为有些文字 就是这种基本上的东西 应该是非常纯粹的 你可以作为设计 产品包装上面好看 但是如果你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作为教育还是文化 中文 这一个非常纯粹的母语 不应该把它弄得像混搭一样 把别的东西融入进去 那我想问的是 就是这些所有的 展示出来的这些事情 你是想用在哪方面 比如说刚才有马瑞说 用于设计 可以可以的 您今天的行业 是不是不仅限于教育行业 不仅限于教育 包括设计 包括设计 但设计也没有单一设计字体的 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 那个李老师 因为你获过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那我不知道这一个奖项的 韩金亮 它背后代表的是 你的文字能力呢 还是什么 那个是我 应该是我们创刊的时候 87年的时候 87年的时候 那是因为什么而获奖 他91年获得奖 对 因为什么而获奖 因为我的采写 采访和写那个人物报道 就一定要 因为刚才您还说 您有小说的这个写作能力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其实我们的策划岗位 或者其他的岗位都很多 有很多是需要 就是新闻 文字设计能力 文字设计能力的 不是的 文学的能力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说简单一点 就是你在写里面去做 新闻的这种撰写 就新闻的这种编辑 就是这个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我觉得不 可是这些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虽然有文字能力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文章 是基于对业务行业的了解 但是他写新闻没问题 甚至对于产品的了解 但是他可以写 针对他这个年龄的人的文章啊 我特别想说一下 李老师是代表了一类人 他说很多妈妈 是因为我养了两个孩子 或者我某一个场景当中 就认为我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在职场上面 它很难就回到一个 你比如你的经验在这里 如果做研发 我可能就会说 哦 四 不可以 可能你的个人的经验 到专业水平 一个单个体的个体 到专业机构的水平 其实有巨大的差异 可能我们更关注你 因为你的汉语言文学 你的过去的报社的经历 用在今天的职场上面 您比如说 我们新媒体的文案的创作 或者是说在你的 用到文字功底的这个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看到 可能在这个职场上面 你可能比较更多一点 作为自由撰稿人 去写点东西 去投稿 那是一方面 但要到企业里面 做命题文章 要让你写新闻通稿 让你写产品的文案 商品的文案 你能做吗 不能 为什么 我怕写出来的就是 文学性比较强 和产品本身的那种说明 我就问你喜不喜欢做 想不想做这种事 我的兴趣还真不是在这种 她不感兴趣 但其实还是自由撰稿 现在最尴尬的一点是 李大姐呢 有很多爱好 也有一定的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 要么与现实脱节 比如说写作 现在的写作方式 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包括读者的阅读习惯 所以他也坦诚说 我可能写不了 我可能也没有兴趣 去写什么新闻通稿 那么就说到教育这方面 那贾军这边呢 又认为他单个的能力是有的 但要作为一名老师上岗 恐怕是有难度的 现在就很难办 你明白吗 你有着满腔热忱 想要劳有所用 但现在是没有一个岗位 能够完全匹配你 这就是现实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第一轮环节 没有什么要说的 毕竟我是离开中国二十年 离开职场二十年 我的这些心得 都是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因为现在拿到这来一说 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 没有记住 因为我们这里是完全职业化的东西 我明白 所以大家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 我也是很认真的在去想事情 没有问题 我觉得第一 您可以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继续写自己的文学 第二 如果你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呢 你可以其实可以去做义工的 或者做支教的 有些大山里的孩子 很多还不识字 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还要想 从事专业化的职场道路 那就向专业化的职场道路上 再去学一些职场技能 好不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来 李大姐 幸福的生活 请继续 如果还想出来干点活 其实有很多方式 但是毕竟职场是残酷的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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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y 亚 我忘了